全球暖化,节能减碳,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 但是您知道到底该如何节能减碳吗?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从一些小小的习惯跟观念转变做起 就可以省下大笔的钞票 所以大家希望为您所推出的这个绿岭新视野系列报道 就要告诉您这个节能减碳的新蓝海 比方说呢,现在在台湾工研院 已经培养出来40位的节能规划师 他们从去年5月开始就来进行企业还有工厂的节能服务 他们已经成功的为600多家的企业 省下了6000多万元的电费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主动出级之外 其实呢,企业主的配合还有意愿也非常的重要 要有根据才能理直气壮 透过电脑科技,所有耗能情况 现实或模拟都能一览无遗 我的遮压效果会变成这样 不是我贴隔热纸 我的热量进来的情况是少多少 这个能够看得出,而且是看整面的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小时的状态 红色杯 工研院研发出适合台湾企业千奇百怪 耗能项目的电脑软体 输入数据试算量表就能出炉 许多用电大户上门找了节能规划师 这才发现原本和台电订立的契约电费 经过规划师不花一毛钱调整契约容量 电费就能大幅调降 只是节能不能只看金钱数字 台湾本身因为电价结构的问题 我们整个台湾的电费都是偏低 所以我们台湾的用电情形 其实都是比较浪费 因为使用者不会感到痛 只要它不会当机的话 就是勉强给它运转 那这个效率其实都很差 很多用到十几二十年 我们还看过 以前我们还看过三十几年的设备 还是继续给它再运转 我们经常去看到现场 它变压器一堆 然后平均使用下 有的不到十几个percent 还有只有个位数的那种使用率 台湾中小企业工厂估计一百多万家 半数以上都是高龄厂房 救济器本身耗能 再加上旧思维跟不上省能思潮 无形成本往往压得业主喘不过气 不得不计较这一跟二的微幅差距 毕竟对科技半导体的用电大厂来说 都是数百万元的省钱压力 能源法的促成更让大厂纷纷吹起了节能风 高科技产业是台湾的秘脉 而高科技产业的秘脉 其实就在这里的能水主机房 因为光是夏天的用电量有七成的空桥 都在这里运转 因此该如何节能爱护地球 许多厂商现在都吹去了节能风 因此也寻求许多的节能规划师进行规划 每年如果说可以真的为百分之五的工厂 做百分之十的节能就好了 到五年下来我们大概就可以达到 881的节省电费 把节能概念转为客制化服务 节能规划师引领的绿风潮 从厂房到饭店 从医院到校园 摆脱交通衣角的旧式省能处方 取而代之是全方位的解决模式 通盘 直接 专属的省能策略 绿岭杀出的狼海活路也意外带领台湾企业 走向减碳绿世界